歡迎大家收看EMPLUS的休仔工房 近期當然跟大家說說轉會消息 剛剛紐卡蘇也是從AC米蘭以7000萬磅 收購了意大利球員東拿利 被譽為新派路 位置是holding midfield 防中的角色 當然期待他在紐卡蘇來季英超的表現 據聞紐卡蘇都要買人 因為都要買多些人 他們來季要打歐聯 紐卡蘇全民會現在還很積極欺商 另一位意大利球員 就是祖雲達斯的費特力高基艾沙 如果成事的話我都有點期待 因為基艾沙這位球員 如果擺脫傷患狀態好的話 強壯突破能力強 變速各方面都很厲害 最重要是基艾沙中前場可以打多個位置 攻中 兩邊邊峰 甚至中峰都可以 估計他適應英超沒有什麼問題 儘管看基艾沙會不會去到 加盟劉卡蘇看英超 看看是否成事 講開意大利球員在英超的表現 有成功有失敗 可以說是很壞參半 球員年代也有不少的意大利球員 來香港打表演賽 例如勾起大家一點點回憶 深多利亞對東方 南華會亦都對過AC米蘭 另外有一場球 其實沒有什麼人知道的 南華會球員都未必知道 南華會當年被邀請去到蘭州 跟拿波里打一場有賽 不過你說到意大利球員 我最深刻來到香港 反而就是1997年那年 車路士是英超球隊 因為車路士有不少意大利球員 1997年車路士對拿馬 當年陣中有不少意大利球星 例如中場的蘇娜 前鋒的維埃里 蘇娜當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 天才型的球員 這位小巨人 我經常一見到他 就想起那位美國的影星 經常拍攝搞笑戲 那位少將就是賓斯迪拿 反著諸羅紀那位 我覺得真的有點像 另外印象深刻的中鋒維埃里 可惜的地方 維埃里近年已經病世了 維埃里我記得那場球打完之後 我多謝大家換衣服 這樣就 比我想像中是環繞大隻很多 我想他健身真是 真是下了不少功夫 過往以往英超 不少成功的例子 譬如說 迪肯尼奧 在韋斯咸的歲月 那個世紀金球 雙飛右腳 現在都歷歷在目 另外巴魯迪里在曼城 裡面波之右拉起衣服 YOSV 也都成為一時佳華 所以期待 接下來的英超 會議以鬧 也都有 估計會有不少意大利的球星會加民 儘管大家拭目以待 看看他們的表現 好 今天先談到那麼多 邱仔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安播體育傳媒 下次見 記得訂閱我們 安播的頻道